遷就有了 這男人 男人之恥 你怎麼可以把一個女人養成這樣 你開始嗆聲了 對 男人之恥 這種女人 你這本 還真的該碰著 我靠 欸 疼女生沒錯吧 我覺得齁 男人必須要適時的疼 這種 欸你 男人 你到底要講什麼 你這個男人你就是趕快就把這個女人給留好 不要再放出來了喔 不然你又養出一個禍害人間的怪獸 欸其他人遭殃到喔 欸沒有啊那男生要啊 可是女生不要啊 對不對女生說男生不貼心他不要了啊 那綁起來啊靠北啊 對付這種恐怖型人就恐怖回去 哈哈哈哈 一爆自爆 沒有這個大家不要 戲劇效果 純屬節目效果 然後再來PO了這張照片 你是要做總有草莓的 廣告店員跟我說草莓是不覺得今天都沒有賣了 我今天就想吃 我已經給你機會了 但是我完全感受不到你的成績 那我去問你了 你再等我一下 我靠 他從哪裡下去問你 我不知道這個中間差多遠 然後吃不到這個東西 他在那邊 他好像沒吃到這個東西會死一樣 哈哈哈哈 他感覺就是沒吃到 那我們感情也不用再繼續下去了 吃不到就是個爛貨渣男 勝選啊 女人們這亮你們的大眼 你現在怎麼又在跟女生喊話了 這種 生乳卷買不到的 配做男人 車門都不會開 手剁掉好了啊 你爸爸伸手給你幹什麼 不會幫我開車的門 那你看過嗎 蛤 呃 開過耶其實 哈哈哈哈 呦 呦 你現在是怎樣 這種買不到生乳卷的 還給他交通過去幹嘛 機車炸掉 汽車砸掉 蛤 還有腳踏車啊 腳踏車也拆掉 拿去報廢賣報廢場 殺貨場賣賣 零件賣賣 錢來給我還比較快 這種男人 爛貨紮 渣男 畜生啊 這簡直就是 女孩們啊 女孩們啊 這種 真的 你生出來的小孩 跟他一樣沒手沒腳怎麼辦 辦事不利 不用腦的 爛 爛咖 這種人齁 真的是女孩們 你們找到這種男人 算你衰啊 這麼嚴重嗎 對啊 找到他 你殘廢又下半生啊 哇 這麼嚴重 哈哈哈哈哈哈 那說到這邊 哦 我先去跳單瘁了 哈哈哈哈 這吧 快去 這太扯了啦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迎來 精彩大結局 精彩大結局 有結局齁 是結局 應該是結局 因為沒有後續了 先敲一下髮型 最後一集 一定要盛裝出席 好好的 送別我們這一個 送別 等下他就要推進去了 錢來有劈腿 我的錯 難追求者不體力幫我開車門 我的錯 難追求者買不到生路卷 也是我的錯 尤其是錢來有劈腿時 半數三民進來幫助我們 祝福劈腿 渣男 不要臉的小三 現在這個社會的人們 價值觀 到底是怎麼呢 都可以是非一部分嗎 難怪現在的人們 都不相信司法了 哦 扯到司法了哦 哇哦 難怪台灣的GDP起不來啊 GDP 反正標準一點 就是因為 因為買不到生乳卷啊 台灣的GDP起不來 就是因為 半數台灣男人 都是 廢物 對嘛 你看又不會開車門 都是渣男 又不會買東西 對嘛 哎呦要劈腿 買不到生乳卷 怎麼創造GDP 蛤 促進經濟嘛對不對 生乳卷買不到 經濟垮一半 車門開不了 就沒人要買車 女生就不會想要車 車子消不出去 台灣那個 預言 車子消不出去 GDP 怎麼寫得來 就你們這些男人害的 對 你們是不是好好檢討 我們這些廢物 半殘男人 拖垮台灣經濟 對就是你們 現在蛋買不到 就是因為男人 辦事不利 做事不用腦 對 對 啊 恐龍法官也是啊 司法不會判 法官做事不用腦 這 找到原因了 難怪 難怪台灣少子化 因為女人都不想 跟我們半數台灣男人交往 太廢了 對啊 他算出來小孩變智障 那車門都不會開 你還要幹嘛啊 台灣難怪是鬼島 真的是難怪是鬼島 以上來看的話 以上標準來看的話 我估計有八成男人 都屬於廢物 殘廢 肢體不全 難怪喔 這恐龍法官 這麼多 每一個都做事不用腦啊 那那那那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難怪少子化 哎呀 你們知道少子化多可怕嗎 怎麼開始講起少子化了 超嚴重的啊 這樣以後台灣就生不出這種渣男 也好啦 這種渣男就少了嘛 我們這種就 自然淘汰我們這種 台灣半數渣男 這種存貨 淘汰 自然淘汰 哎 你們看巨人 巨人那個 極克 哥哥 就要處理那個 巨人問題的時候呢 就是讓 讓那個 那個種族人 生不下小孩 生不下小孩 他們這個 這種特殊種族 特殊血統問題呢 就結束了 就沒了嘛 自然就結束了 國島就這樣子 慢慢少子化 少子化 最後面台灣人全部死光 台灣就不會再 生產這種 低價值 沒營養的男人 女人呢 到時候 你們就會 比較放心一點 到時候我們這種 裂質品呢 就 自然淘汰掉 對對對 你們到時候呢 就可以去挑一些 那個外國那種 又香又大又硬的那種 德國香腸 哪邊贏 就那個 口感咬起來比較硬 就德國香腸 德國 到底德國香腸 我覺得你好像 沒有啦 就 口感比較好 台灣都軟 爛廢物一堆男人 在那邊 拖垮台灣GDP的 現在 你看 有多少人 一個月領不到 三萬塊 還是有呢 多少領不到 哇靠 這說起來 這數據很誇張 你看 有多少現在買不起房 就是男人 做事不認真 不用腦 車門都不會開 那你要怎麼搬磚頭 我就問你嘛 車門都開不了 你搬磚頭 你有辦法搬嗎 難怪在台灣的房子 大家又買不起 太廢 屬於這個 範疇的男人 就是 這個不符合 準備推進去的 這一個小姐的 持有標準的 你們 大概就 要嘛自我檢討 要嘛呢 你們就趕快 跳下去 重新投胎 那你要怎麼做 我呢 玩死哦 哈哈哈哈 我說要活我的 是你們 瘋子 嗯 哈沒囉 最後一集了 哈 後面沒更新了 幹嘛 你又捨不得了 有點捨不得耶 這個也演夠多集了啊 十幾集啊 對啊 那個陳先生也挺屌 說不回就不回耶 哇 說一是一 說不回就不回 後面就沒他消息了 就剩這一個 啊他後來自己交了 小他六歲的男朋友 還要出來跟大家更新耶 對啊 我靠 你那個 你那個新男友 你真的是 一定要把他顧好 正好如果再放出來 搞不好真的很多男人 會羞愧到被 被他罵 哈哈哈哈 想要KOS 他 搞不好剛在一起就覺得 真的會自我懷疑 哇天啊 我開車他們都不會 我是不是真的是一個肢體不全的人 然後他想說 哇我買到草莓生乳卷了耶 我甚至是四孽子乳 大好大壞 這個心情可能會大好大壞 話說回來 你說有人叫許老師 真的假的啦 對啊 社團 蠻多人都是這樣講的 他真的可以教課 我靠 他可能只是在愛情這方面的意固比較差 有些人會這樣嗎 沒有 他已經不一樣了 他是價值觀都完全偏差了 他不是愛情方面的 你看 開車門嘛 然後生乳卷嘛 這個 跟愛情有 有直接的 鐵一般的關聯嗎 好像也不一定啊 他就覺得 在感情中 男生就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還有那個 要訂生乳卷嘛 你剛說想吃 我就 我已經很快速度去買了 還要我打電話訂 這個就是一種 一種對事情的這種價值觀 他會不會是想說 你先打電話訂 這樣你就不用在那邊等那麼久啦 這樣我會心疼耶 喔喔喔喔 原來用信兩步 喔喔喔喔 好 誤會他了 那他可以晚一點進去推 哈哈哈哈 好啦沒關係啦 這一齣戲沒了 我們還會有下一齣新戲可以看的 還有嗎 八點版就是這樣嘛 好 那 如果 你們各位有挖到什麼 不錯的 這種 欸 集數比較多的 這種八卦呢 或是很扯事件呢 也都歡迎 留言在底下 最好是把王者也貼上來 然後 更精彩的話 更強的話 然後一樣可以進去一條龍 享受這個一條龍服務的話呢 那個 我們就會把它拍出來 這已經有那個 龍眼姐妹花了嘛 龍眼姐妹花 這我們應該未來可以看到他們 出現在那個場合中 早晚等得到 早晚等得到 好 每一個人都其實都會啦 只是時間早晚 啊 我講這要幹嘛 我講這要幹嘛 是你想要趕快進去嗎 沒有 我再多活一下 雖然說我是個肢體不全的 拖垮台灣GDP的廢物 這種軟爛渣男 這種 做事不用腦的 嗯哼 這種 辦事不利的 天啊 那你活在幹嘛 我就廢啊 我就喜歡當個廢物 拖垮 那我在經濟當米蟲 吃爛整個台灣 吃爛我們台灣 反正 各位如果看到什麼 像豬子類的 都歡迎留言 讓我們知道 然後呢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按個讚 留給你讓我們知道 嗯哼 然後我們就要每次見 See you tomorrow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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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Bye